太阳仙区暴循回赛第三站大会提供 记者廖玉伟台北报道 2017拿下台湾登山王挑战赛国内冠军的实力车手彭源棠赴澳洲展开全新职业生涯 新赛季将加盟澳洲黄金海岸人麦当劳三级洲际车队 昨日他完成了太阳仙区暴循回赛第三站 最终以单战第95名完成比赛 个人总成绩排名91 第三赛段的起点从风景优美的米切尔顿酒庄出发 沿途经过优美的爱尔登水坝 最后20公里将从海拔350公尺爬升到海拔1350公尺的雷克山终点 第三赛段总长218公里包含三个登山点和两个冲刺点 第三登山点也是终点 设置于雷克山顶的度假村 作为本次赛事的皇后赛段 雷克山顶将是将会是众黄山车手们表现的舞台 也将给从次选手带来极大的考验 彭元堂表示 今天一开赛后我的两名队友成功攻击并逃离主集团 我的任务则是呆在集团中支援其他队友 经过位于爱尔登水坝坝顶的第二登山点后 主集团由米切尔顿史卡特车队开始掌控 并加速追击前方的突围集团 入山前的最后25km主集团吞没了所有逃脱的选手 我在这里掉队了 没有借口 我需要的更多的练习 我会坚持下去 还发米切尔顿史卡特车队的哥伦比亚 谢查维兹果然不负众望 独走夺下赛段 单战胜利 经过第三赛段后 黄山野一主由查维兹穿上并保有45秒的优势 第四赛段总长152公里 包含三个登山点和两个冲刺点 每一圈30公里 有连续9km的爬坡路线 从海拔270爬升到海拔570公尺 五圈的绕行总爬升将来到2000公尺 明天将会有一场激烈的黄山保卫战